现在高温的话,把这个钢盖的,可以看到钢桶里边这两个发亮,这两个就是有点,社会有点积碳发黑,说明这两钢的话,进水燃烧了,而且还串钢了,高温造成上板钢盖变形,刚才已经拿这个尺子量这个钢体的平面,拿塞尺看了,钢体的平面是没多大问题, 主要就是在钢盖,钢盖的话,得上机床,然后把平面给它削一削,找一道,看下这是30公里,之前一直加的水,看看吧,这个铝,钢体也是铝的,这块的话,已经给腐蚀在缺一块了,所以说,铝的话你尽量是别加水,而且里头这个水道的水厚也特别厚,一刮的话,就能出来一堆水厚,看看吧, 所以说,必须加防冻业,而且还得好的,你像这个长安的原车的防冻业是不行的,时间长了也会骑水厚,你买了车的话,直接就是换好的防冻业,这样的话,里边就不会骑水,这个水厚了 哦,钢盖一会儿得上机床,扯一刀,你如果不扯的话,换上新的钢垫,压不住,压不住还会串 一是俩钢串,然后没动力,二是水会往这两个钢筒里边进 然后这个车的话就是动力不足,每天早上打车的时候不好打,因为它晚上放那以后,一晚上它这个水就会流到这个钢筒里边,造成第二天早上打车不好打 然后这个俩钢串起来,是因为它这个钢盖压不住钢垫,造成俩钢的钢压串一起 所以说这车就一点劲也没有,然后水温还高 当时它不会高,慢慢你比方说五天以后,水亏的越来越多,立马就会高 但是动力非常不足 现在拆掉了,就是车主一直全程都盯着我拆的,现在还在看着呢 我一会儿跟它说一下 一会儿上机床把这个面必须得找平 因为它,你看吧,这块烧黑的 这块烧黑的,你看这都是垫压着的吧 这块烧黑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面不平,压不住钢垫 这个稍微有点变形,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 你得上人机床扯,你比方说他机床扯一刀下去 这个面整个这不是扯了过去了吗 这个扯不着,就说明它在底下殴着呢 再扯一刀,直到扯的全平了,才合格,知道吧 然后我一会儿拿到机床上扯 因为现在看这个钢桶里头,就是这俩钢进的水 对对对,中间这俩 中间这俩燃烧的发白 说那它进水了,这俩钢的话都没事 你没看它这个里边也能看到,你看这个白的厉害 这两个的话都是发黑的,看到没有 这两个进水了说明,然后上机床把这扯了 你也不用盯着我,你盯 你盯不盯着我,我都得给你,这个没关系 你盯不盯着我,我都得给你干好了,然后这个 不是,我现在盯着盯着他,他拿下来,能拉上他 你盯不盯着我,昨天当时叫我明显拿上,我是车都没车下来的,还有那么快吗 你盯不盯着我,我都得把活给你干好了 我觉得我这拿下来,我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哦,看这个 钢体的话,那个钢体没有变形,我刚才给你量了 这个直接一会儿我先吃饭,吃完饭我拿到 吃完了以后回来,我再清晰,感觉再找他 然后肯定都得清晰 这到时候人家就是给我找平面的时候,找完就得清晰 因为你学习到这个铝的,这渣子什么的都掉到这缝里头了 到时候人家都直接给清晰了,知道吧,必须得清晰的 你放心 这就是这个电子,这电子直接就换新的 就要耗的了,对对对 直接就换新的原厂的 那一回复,要一回来干 对,还换这个原厂的干 这个你就拿老后就行了 你放心,你放心 我只要是天下来的东西还是什么样子 没事没事,你看看,丁不丁,我都在丁不丁 我也不错 我一会儿吃完汗,把那个钢盖让他上鸡床给和好 主要是照的,主要给吃一点 对对对,明白明白 再一个宝贯 开期贯要不你歇哈嘞 用时间麻烦去,歇哈嘞嘞嘞嘞 还一会儿歇哈嘞嘞嘞嘞 那个我似乎你说的,里面那个好像有个麻,乱麻那一种 我把一块他吃来了,我自己掉了 哦,这个弄完了,我看 哦,你这下巴吃有点下巴 行行行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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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